大香港早晨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 這個擁抱大香港主義 早晨節目來到第二節 麻煩大家給一些反應 看不看到,聽不聽到 課不課金倒 課不課金倒,似乎課金倒 課多一點就好一點了 這節當然是繼續講 Donald Trump如此 這個呢 大家看到也聽到 一開始 因為我最近 經常都寫稿 其實那晚 我就是 在槍擊案發生的時候 晚上 即是香港時間 凌晨的時候,我還在寫稿 然後我就 我就馬上看到即時新聞 然後我就馬上看到 那些 我是先看到電視新聞 然後我就馬上轉去看 那些 美國網上的直播 然後看他們怎麼說 那些 一開始是不說 槍擊的 一開始 不是說 不是說 Donald Trump中槍 也不是說 Donald Trump 被 刺殺 那些 一開始是 有說Donald Trump 跌倒 有說Donald Trump 跌倒 有說Donald Trump 被巨響 嚇倒 有說Donald Trump 被 摸落地撞倒 刮損 耳朵 那 也有說 也有嘗試去調整 一個方向 就是說 那個是現場出現一個 無差別槍擊事件 不是針對 因為現場有其他人死了 是 就說一個無差別的槍擊事件 好了 這件事 也馬上訴諸於 就是自編自導自演 然後就拿陳水扁 來商提並論 那 稍後再出 我告訴你 什麼時候出 這個 立即有很多這些討論 立即一大堆人走出來 說自編自導自演 說自己安排自己 這個是沒有邏輯的 這個沒有邏輯的 我不會百分之一百 否定那個是自編自導 但是我覺得可能性 真的低得很難 很難構成這個可能性 為什麼呢 因為出了 擦過耳朵的照片 喂 好了 你須知道 那個 即是他現在 那個是槍手 和那個 目標 那個距離 大概是 百多米 百多米 那百多米 就 不是說一個很遠的距離 不是說一個很遠的距離 對方 是用這個 AK自動步槍 這個 我就沒有相關的知識 但是我理解那個不是一個超級遠的距離 但也不是一個超級近的距離 對 不是一個非常近的距離 對 而且這個是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 即是說他是一個二十世代 哈利 他是一個哈利 我首先講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我首先講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如果你要自編自導自演 去拿槍射自己 我死都不會找一個哈利世代射 哈哈哈哈 即是譬如鎮達要去執行這個任務 你知道他講解多少次嗎 我才能夠令他明白不要射死我 那個角度 即是你明白嗎 你射我但你不要射死我 這樣 都能 你明白嗎 即是你射中我 射中但你不要射死 然後他臨行動 大兄 總之射中你就行了 不是 不可以射死 死 死還死 縱還縱兩義 不可以射死 這樣 你知不知道怎樣不射死 然後大家在想 準備還是醫生可以嗎 這樣 不是 你不要射到要害 你不要射到要害 不射要害明明 不射要害明明 即是不要射你 不是 我叫你避開要害 哦 這樣嗎 因為不射你也是避開要害的 是啊 他射反方向 就避開你的要害 不然你如果反方向 就不知道是射我 總之射到你就行了 不是 不要射死我 你明白嗎 你很快要放棄這個計劃 有很快要說 你看 你說得很清楚 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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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角度射到耳 射耳 射耳 是不是同一時間貫穿左右耳 不是 射光 射光 射左耳還是右耳 他馬上就告訴我 他就馬上就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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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開槍的是哈利世代 開槍 他就說 幸好那位是哈利世代 我說為什麼呢 他說 射死安倍那個人 42歲 查理斯世代就射死了 是啊 你說如果查理斯世代 查理斯世代 那個人是行刺的 那你就死了 好了 一開始就是 所以 這個可能性 第一就是 你尋不尋找個二十歲的槍手 只有槍手二十歲 你就知道就不是安排的 安排這麼高風險的事情 沒可能是二十歲 第二 就是如果要安排這個行動的話 不會Headshot 是 不會擦過耳朵 是不是 射腳就可以了 射大腿 射哪裏都可以 嗯 你怎麼會有這麼 這麼 怎麼會設計到這麼 混混去射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要安排一個 這樣的自編自動自演的話 不會是選舉之前幾個月 嗯 還有三個幾個月 應該是 你剩下一個星期 那就已經贏了 是不是 嗯 你一個星期就已經贏了 如果要安排這件事的話 買西藤上西洋劍拜 聽眾湯 聽眾湯 聽眾湯很勤力 經常都上西洋劍拜 謝謝寶寶 非常好 第一 就是不會做一個這麼高風險的射擊 如果要做一場假的大龍鳳 第二 也不會做 也不會是苗頭 嗯 第三 不會找了哈里世代 第四 不會是 買西藤上西洋劍拜 聽眾湯 不會是距離投票日這麼遠的時間 嗯 還有就是 不會在現在佔上風的時間做這件事 嗯 是 現在有個 現在你什麼都不用做 其實只看拜登表演就夠了 是不是 你什麼都不做就由拜登自己去玩 所以那個 所以那個自編自導自演的可能性 其實是很低的 就是稍微理解一下 或者稍微知道一下整件事的詳情 但是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人們是不會分析的 總之說了就是 而這個說法 我相信 是會持續整個選舉 又或者及後都會說是自編自導的 總之就是 那件事的說法 就是一種勾講的說法 whatever 那個抹黑或者一個勾謀論 他只要勾講出來 有一群人一起說 他就會形成了一個說法 那麼 嗯 但是 是真的 非常勾講的 這個說法 勾講得很厲害 那麼 而 我不會說那些說自編自導的人 是智障的 就是我不會這樣說他們 但是 距離智力正常 有一定的距離 就是有一定的差距 就是應該 如果說你去到標準值 就是 都要好抬舉才行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另外一件事就是 但是這些 這些自編自導的 舊謀論說法 是沒有停的 嗯 沒有停的 那你在美國 你是能夠理解的 你在美國 那是政敵 還有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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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民主黨媒體 他一定是要這樣做 他一定要嘗試去做 做這樣的事情 一定要嘗試 做這樣的觀感 而事實上 他一開始嘗試做的觀感 就是 但是呢 另一個狀況就是 他一開始做的觀感 是希望去 努力的槍擊 的氣氛 所以他一開始 最開始的那些報導 是 盡量不講槍擊 不用刺殺的字眼 也不去說 川普中槍 只是說川普跌倒 跌倒 跌倒 受害 那些 只是這樣 好了 那於是一開始呢 就有很多說法出來了 譬如 剛才 但是這些說法傳到香港 那一刻就很奇怪了 因為 在香港 尤其是在香港現在的政治氣氛 和政治環境 其實是關你的故事嗎 對不對 關你什麼故事 你看看你現在 有沒有工作好過 你看看你自己的公司 會不會裁員 會不會倒閉 對不對 當然有很多香港人 在社交媒體上 講廣東話的 那些可能都是住在英國 可能住在加拿大 但是你在英國也是一樣的 你在英國 你現在要關心的都是 你看看你會不會被人解僱 你找到事情做了沒有 你找到事情做了沒有 你交了英國的稅了沒有 你夠不夠錢交英國的電費 你關心這些事情 就很難過 對不對 好了 這個是 沒有 是很難著弱 很難刺激 當然 這件事是一件大件事 很花生的 很多人去討論 但是為什麼要朝陰謀論 夠謀論的方向去說呢 我們看看那些言論 譬如有一個有論經典的就是 很直接 也很低致的 就是那些說 陳水扁2.0 喂 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 哇 還在用這個 黃絲帶 黃絲帶 他有個黃絲帶頭像 不是 有沒有這麼巧合的呢 對不對 你網上的留言 當然是多的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這麼巧是黃絲帶呢 而我不知道你是黃絲帶的 你是告訴我 你知道的 你為什麼要告訴你是黃絲帶呢 還要這個不是Facebook的留言 這是Flash的留言 哦 那你 你不是說 早幾年用的黃絲帶 一直用下去 嗯 因為Flash是去年開的 是啊 你要刻意找回這個 濕溝圖像出來 做自己的 圖像的 你這個帳號是去年才開的嘛 你去年還用什麼黃絲帶 對吧 去年還用什麼黃絲頭像 他去年剛剛開這個帳號 都一定要找回這個黃絲帶出來 屌尼老美 你一定要用回這個黃絲帶頭像 屌尼老美 跟著之後就說回這麼巧合乎黃絲的事情 屌尼老美 真正得無謂 好了 一開始 喂 你屌尼老美 你那個子彈 拆過耳朵 你很難說是自編自導的嘛 對不對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不承認Donald Trump中槍 就說他足足傳了一天 就說那些碎片擊中他 說那些玻璃碎擊中他 而我看過最厲害的說法就是這個 這個 就說 這個厲害 網傳Trump 被打中耳朵 其實 是耳機有人大叫 Trump 即時跪下 耳機 刮損了一隻耳 不知道被打中的觀眾是誰 身處那個位置 但看來不是Trump身後的觀眾 所以 槍手是否瞄準Trump 刑事問號 喂 你想想 整個說法 這個整個說法 嗯 你正常人 你看片看電視 砰 這裡流血 嗯 你怎麼聯想到耳機刮損到 你怎麼聯想到耳機刮損到 不是,你是直覺 是不是 你直覺 沒有更多的資訊 沒有官方的說法 你看新聞 槍擊 然後 一聲 然後你看到耳朵流血 那 應該是 打中了 擦損了 無論如何受傷 是 你很難去想到 有人大叫 Trump 立刻跪下 但是 因為這樣跪下 耳機刮損了一隻耳 因為 你跪下和刮損了一隻耳 兩件事都很遠 硬 因為你跪下 不會 你跪下 不會令到 耳機 你戴著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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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千次 你看看 很快 你看看 你做一千次 然後你告訴我 你的耳朵有什麼做不好 他很難有的狀況 是啊 你如果只是跪下 不是 你做Bird Pit 你整個趴在那裡 你戴著耳機做Bird Pit 他也未必會刮到 你說他趴下去 撞到膝蓋 趴下去 擦損了手肘 你也是一個直觀的聯想 跪到地上 跪到地上 刮損了耳機 這不是一個直觀的聯想 而說這麼多的 說這麼多的事情 說這麼多的事情 就是為了告訴別人 另外一個觀眾 真的被打中了 他是死了的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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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那段 不知道被打中的觀眾 是誰 身處哪個位置 但看來 不是特朗普身後的觀眾 能夠短短三句話 這麼沒有邏輯 都不是簡單的 哈哈 你明不明白那個邏輯 沒有在哪裡 你不知道觀眾在哪裡 你怎麼知道 他不是他身後的觀眾 哈哈 你不知道中槍的觀眾在哪裡 但是你知道他不是特朗普身後的觀眾 為什麼 為什麼 你怎麼知道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你可以知道一件你不知道的事情 哈哈 為什麼這麼神奇 他說得言之作作 所以他只是想最後下一個疑問 就是說 所以特朗普的槍手是否瞄準特朗普 仍然是問號 這樣 這樣就讓你自己想 這樣就讓你自己想 就嘗試去告訴別人 這個不是針對特朗普的刺殺 不是針對特朗普的槍擊事件 OK 我想我指出這個 這個只是冰山一角 有很多這些 他打到的字幕機 那些碎片 射到特朗普的耳朵 又或者有什麼其他碎片 就拆過他的耳朵 讓他流血 這樣 你要解釋特朗普不流血 跟子彈沒有關係 你要解釋特朗普的受傷 跟槍擊沒有關係 你努力去解釋這些事情 而這些事情 全部都不是直覺構成的 而你不是美國的媒體 你不是民主黨的人 你是香港人 你還要有黃絲頭像 剛才那個人 好了 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個問題 這些這樣的故事 這些是故事 這些我都不想 所以我一直都不叫這些做陰謀論 我都不想侮辱陰謀論 陰謀論最起碼要言之作作 這些根本連陰謀都不構成 亂說 陽謀也不構成 他一個不陰不陽 純粹是狗謀論 所以那些只是一些狗謀論 OK 你要強行 你要強行弄這些狗謀論出來 而 我再問一個問題 你 那個是你的政敵嗎 那個 那個總統選舉 你有票的嗎 關你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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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由此我們去推論 你說這個世界沒有deep stage 就是說 你說 是一群 是一群的香港左膠 一起去網絡上說這些話 為什麼 他是不合乎直覺的 他也不是說 因為有一些很普遍的誤解 大家一起拆掉 大家一起跟車太貼 不是的 你看看剛才那個故事 蹦下耳機擦損的耳朵 然後就說 同時另外有一個人中槍 不知道他在哪裡 但是就不在川普身後面 由此就可以推論出 應該不是朝著川普射的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強行說的 這個故事是怎麼強行說的呢? 這個故事強行說的情況就是 喏 莊智欣 現在一會兒 我就有一些事情做 你就做一節節目 嗯 那麼做一節節目就無所謂 你一會兒做一節節目 是稱讚鎮達英俊的 他說怎麼稱讚呢? 你自己想辦法 你稱讚鎮達勤力行不行? 差不多這麼離譜 你說他勤力跟英俊 勤力好像近一點 我就是要你稱讚他英俊 這樣嗎? This is an order 這樣? This is an order 這樣嗎? 這樣 這樣就難說了 一開麥克風就這樣說了 首先美不美就很主觀 還有不同生物有不同的理解 時代不同 審美 如果以尼安德塔人的角度來說 他呢 他呢 就是 若然是說 五官也算是端正 因為在尼安德塔人的角度來說 他 看見他就會覺得 首先尼安德塔人看事情清楚 我們現在不太清楚 因為研究都 你要說得很遠 你要硬地說 你要說到石器時代 你要很硬地說 但是我又迫你去說 你想想剛才那樣的咎論 那些咎謀論 是 你連陰謀都不構成 陰謀起碼要言之成理 起碼要言之作作 起碼要似層層 它是一點都不似的 幾句說話之間都自己互相沒有邏輯 但是這樣也硬要說 你說不是收了命令 為什麼要說呢? 有沒有必要呢? 當然我們有另一個想像 有另一個說法就是 就是 就是 現在的人說話是一塊塊的 現在的人說話是亂了大龍 前面那一句 接不到後面那一句 很多人都是這樣 那麼 你也可以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這麼熱烈 而且要這麼快 這麼快 馬上就要急不及待 就要發表意見 它真的難免令到我覺得 為什麼會被人鼓動的? 大家一起收了命令嗎? 當然我這個想法 你們也可能會覺得很不切實際 有些人聽完也會覺得很不切實際 但是我又不忍心去接受另一個真實的狀況 或者更加接近真實的狀況 就是 我不願意去接受 這麼多香港人是智障的 不是 你要很智障 你要智障 你要智障還要覺得自己聰明 那就是重度智障 他還要覺得自己很智障 覺得自己有分析 覺得自己有想法 急不及待和別人分享 然後幾句說話之間本身都沒有邏輯 我又不願意接受 有這麼多人智障 雖然 官乎香港近十年的狀況 香港是真的很智障的 香港人是真的很智障 但是我感情上我不能接受 我感情上不能接受 我寧願去訴諸一個陰謀 就是說 你看看Deep Stage 為了塑造輿論 為了塑造一個反侵的輿論 為了掩飾他行動的失敗 他於是就鋪天蓋地去打輿論戰 是擴展到連香港這些地方都不放過 如果不是有這麼巨大的陰謀的話 他沒有辦法解釋 我真的接受不了 原來這麼多人 是過不了基本的自力門檻中位數 令到很震撼 你說這件事有沒有陰謀呢? 這件事當然有陰謀 這件事當然是有陰謀 這是一個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是前總統 Donald Trump是前總統 Donald Trump是前總統 他現在雖然未正式叫做獲提名代表 但是已經是共和黨的候選人 而且他是民調領先的 好了,在他這個造勢大會上面 槍手是爬了上去距離大概百多米的屋頂 好,那麼那個屋頂 那個屋頂是斜的屋頂 嗯 那麼他就爬了在 另一邊 是的 他有兩邊 那麼看台那邊 當然他不是在那邊 嗯 就是另一邊 遮到那邊 然後跨過那個屋頸 就在那邊舉槍 就射過去 好了 但是問題就是 他是受特勤保護的 Donald Trump 嗯 為什麼那個屋頂 是沒有人去把守呢 而且他持續開了八槍 是 他開了八槍才被擊斃 而且是有影片 是拍到屋頂上面的槍手 嗯 就是代表什麼 就是代表屋頂的另一邊 是有民眾的 嗯 那屋頂的另一邊也有民眾 也就是說那個集會 他普遍及的人 是覆蓋的範圍 是超過那間屋頂的 那怎麼可能會沒有secret service 在那裡去把守巡邏 或者盯著呢 有人 我看新聞有影片說 有一個 有一個 當地的市民 那些 他有找過那些特務 特務員 那些 跟他們說有人走上屋頂 對 直接有人這樣說 那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因為你知道這些民眾 他可能是事後說的 是 他可能事後才這樣說 這些 當時是做很多現場的訪問 但是 如果假設我們是真的 起碼會有人看到 嗯 起碼那個位置是有人看到的地方 OK 那你爬上去 他可能是 可能是 因為他距離 港台有一定的距離 可能想爬高一點去看 嗯 一開始未必很遺疑 作為民眾 嗯 但是作為特勤人員 就不可能覺得不遺疑 即是人們突然爬高 欺負你 是不是 這個是 這個是相當誇張的 不,你也可以訴訟欺負你 你也可以訴訟欺負你 喂 但是問題就是 你那個特勤部隊 現在 是under現政府的 這個是問題 嗯 一個參選挑戰認政府的人 好了 當然你 他不是 直屬 叫做under拜登 也不是直屬under民主黨 你有些所謂的 防火場機制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有個候選人 現在有個參選人 他是挑戰現政府 而保護著他的特勤部隊 特勤人員 以及現役執行的警察 你是現政府的 嗯 喂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問題很巨大 這個問題非常巨大 當然你也可以訴訟 就是說 哈里也是這樣 哈里保安是這樣的 都是 都是 這樣 乃至於安倍晉三 都是因為 哈里防衛死了 是不是 嗯 喂 但是 如果我們不用這樣的角度去思考這個世界 我們不單純用一個 我們不單純只是說現在的人是這樣的 喂 一個參選挑戰現任總統的人 他 受聘於現任政府的警察 以及特勤部隊 做出一個這麼巨大的保安流動 然後事實上也真的發生了 槍擊事件、槍殺事件 而足足開了八槍 喂 這些才叫陰謀論 你明白嗎 至少像層層 我們看看剛才那個 那個購謀論 我們看看剛才那個購謀論 看看那個購謀論 那個購謀論是 特朗普是耳機有人大叫 特朗普就即時跪下 耳機刮損了一隻耳 不知道被打中的觀眾是誰 身處哪個位置 但是就不在特朗普身後 所以槍殺手並不是瞄準特朗普 你看他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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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 九五打八 究竟把你組在一起 屁股 如果李天命會變身的話 他就打死你了 李天命抓你出來打了 你把這個例子寫入李天命的書裡 都分析不了 你叫李天命解釋一下 這個詭辯是怎樣 你詭辯也是希望可以騙到人 李天命對著這些 與你分析 也不知道如何與你分析 就是 你拿這些字給李天命看 我想問李天命死了沒有 李天命是不是中在山 你拿這些字給李天命看 李天命說 這個人是不是不識字 是不是文盲 哪裏的農民 分析不了 因為與你分析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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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人 說話 要 說話順便 如果他就好疾理 我會很難分析 對不對 說話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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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樣出來 我覺得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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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Track GTP也不會這樣寫 你現在嘗試拿Track GTP 你叫Track GTP寫一個關於 你叫他作一個關於Donald Trump刺殺的 一個自編自導的陰謀論出來 Track GTP寫出來 都不會寫成這樣 一定很有邏輯 對不對 有邏輯過他 即是有沒有邏輯過你 我先想傳給李天命看 你們有沒有李天命的社交媒體 快點Email 你給我 我想叫李天命分析一次 喂 我們這節到這裡 好了,有沒有新貨 好像有新貨 看看 足球是 先拌出來 250元的快閃香港 但來不到書展 足書展業賣MOMO的課金 來吧 950元即時課金總額 感謝課金 老闆有650元 莊智欣有200元 阿菲有100元 一百元老闆的聽大亨講 侵侵 知保養生 哈里世代 渣窗殺老鬼 空過國產 零七里香琴 一百元的 Save America In Trump We Trust 一百元的 Trump Trump 竟然學到東西 狂四十 一百元想再轉工 麻煩大亨上香 祈求盡快找到新工 By Lawman 二百五十元快閃香港 但來不到書展 足書展 熱賣MOMO的課金 我的新課金就是 足球是講道理 Football is still alive 一百元的Trump Trump 竟然學到東西 狂四十 還有阿菲的一百元 Trump Trump 竟然學到東西 狂四十 感謝課金 繼續課金 唉 都說英格蘭 決賽輸的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 波就是完 波就是完 對 最後都是會玩完的 好 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繼續